在中共肺炎肆虐全球 造成全球供應鏈大規模重組 不少企業紛紛撤離中國 打包走人了 包括美國、日本、歐洲在內 都正在採取實際的行動 加快產業從中國轉移 不少學者指出 從2018年開始的美中貿易戰 到近期爆發的疫情 去中國化 與中國脫鉤 似乎已經成為趨勢 中共肺炎疫情衝擊全球供應鏈 要多長時間才能恢復到正常 學者一語道破目前的全球概況 來勢洶洶的疫情 加上美中貿易戰因素 不少外國公司陸續撤出中國 全球供應鏈出現了重大改組 日本政府將撥款22億美元 協助日本製造商撤離中國 或是轉移其他國家 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庫的落葉提議 應該支付美國公司百分之百的搬家費 去中國化似乎已成為趨勢 英國經濟學人的一篇報導 白底黑字寫道 中共肺炎強制企業所因應的改變 印度馬肯達集團董事長直接點出 過去我們以為建立了全球化供應鏈 其實是中國供應鏈 而中國歐洲商會主席則表示 單一來源已成過去 分散投資才是旺島 新唐亞太電視 還是張婷玉 整理報導 感谢观看